今天要去北美館看一個蠻特別的展覽 那就跟著我一起出發吧 今天風超大的吹得我好醜喔 然後我們就到達台北市立美術館啦 今天主要來看的展就是這一個 未來身體超自然雕塑 這個展呢主要就是在探討在未來的世界 人們因為科技的進步 可以對於自己或者是大自然的物種 進行調整或者是基因上的修改 那我們可以把自己調整成什麼樣子 就透過這些超現實跟寫實的作品 去做一個解答跟討論 這個展很厲害就是它寫實的部分真的很顯實 你會覺得有一個人就這樣子跪在你面前 然後他給你看的那些資料 好像是真的 但其實它又突然變成一些很奇幻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整個展逛起來還蠻好玩的 穀魚的見面 穀แล人物 縫的 中 淘汰 離開北美館後我們就來看穆青的展啦 之前呢也有給穆青拍過照 他真的是非常的可靠 而且照片都超美的 就是有一種哇好乾淨 好想要住在照片裡面的世界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跟我的朋友分享他的IG啊 每個人都沒有追蹤耶 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一位攝影師 真的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你們知道他在擴建嗎 其實旁邊都是工地喔 因為天氣有點涼 所以呢小皮就推薦來吃一點熱的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就是點一些古早味的東西啦 點了一個湯圓 花生 花生湯圓 跟米茶 然後真的沒事不要開別人的家謝謝 這家店真的很老 老到他們家的照片 都已經看不到他的料是什麼了 噔噔噔 版專 真的好久好久沒吃到米茶喔 晚上就看一場電影來做個結尾吧 好啦 剛剛看完了法貝爾曼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如果你喜欢艺术 喜欢电影的话 都可以去看看 Steven Stilberg写给电影的一份情书 好 那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谢谢大家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这样吗 你们想看这个吗